各位好 我是彭卫生 今日港股在长假期后 开出来一度升过500点 上升到24,000的水平 不过始终来说市的升幅 在期后来说是逐步收窄 主要相信在急升下 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出来沽货离场 而且也看回来近这个星期来说 内地那方面仍然是优势 到星期五才是伏市 令到很多投资者来说 暂时不是很敢入市 所以在高开的情况下 就先行获利利长 不过计算今天来说 整体的成交 虽然未有多过1000亿的水平 但起码看到今天来说 仍然有45亿的资金 流入港股行指里面 也看到指数暂时仍然在高位 虽然不是以全日最高位收 也可以看到指数去到20天线的水平之下 已经开始有阻力 不过起码显示到现在 即是在10天线这些水位 暂时是能够突破的 而且也看回 似乎市仍然在炒上一些科技类股份之外 也看到不知有资金 在追捧一些新能源类比的股份 无论是光伏玻璃、光伏电站 甚至是封电相关的股份 都是受到追捧 所以现在看回整个市 在后市的反复方向下 仍然有个别股份是值得留意 投资者不妨留意短期里面 只能流向光伏和封电相关的新能源股 这类型股份相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